台湾当局继续调查造成46人死亡 41人受伤的商住大厦大火 不排除有人中火 喜科大厦附近的闭路电视拍摄到 火警之前有人经过 警方在喜科的位置找到装有香灰的铁罐 事后带走最少三个人协助调查 其中一个在大厦一楼开古董店的女人 和男朋友吵架之后 在店内和朋友喝酒和烧谈香蕴蜜 离开的时候将香灰扔到垃圾桶 而垃圾桶旁边有瓶装气体罐和其他热烟物 怀疑香灰未识烧着气体罐引致大火 至于那个女人的男朋友 就被带到现场讲述事发经过 大火造成46人死亡 41人受伤 在台湾近26年以来 死伤最严重的火灾 火警凌晨大约3点发生 火是由地下起火位置向上蔓延 过百户居民一度被困 大多是行动不便的长者 有获救的住户说 现场龙烟好大无法逃生 有住户说 怀疑有人拆走防火门变卖 导致火势源楼梯向上蔓延 消防华大线内有上百间套房 楼梯间有杂物 要逐步逐层搜救 大火早早大约7点够息 但大约3个钟后一度复燃 消防要再入内破旧 清晨仍有市民站在窗边等待救援 亲友就在地面用电话跟他联络 亦有人未能联络到父母 跪在地上最后证实两人遇难 因为我去台南工作 我爸妈都住在里面 你联络上了吗 没有 父母六七十岁了 六七十岁了 对 脚都不方便 课警发生之后 高雄市长陈其迈到场试察 蔡英文总统和他通电话了解情况 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抢救 协助居民安置和善后 陈其迈之后会成立调查小组跟进 我感到无比的悲痛 深切的智者 在这里要向所有的患者 以及罹难者 家属 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 致障最沉痛的道歉 市政府说担心大楼的结构已经出现问题 将用围栏包围大楼的四边 避免发生意外 城中城大楼楼零有40年 位置的高雄严城区曾经是高雄市中心 当时里面有商场、戏院和办公室 随着市政府迁离和商业区转移 办公室7至11楼改为住宅 有业主将单位间成套房出租 不少住户都是基层 至于大楼其他地方已经荒废 当地人叫大楼是鬼楼 内部不少工用设施实施 大楼1999年亦曾经发生火警 当时并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报线电视驻台湾记者 新疆核实一条农村 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农作物 而是画作 因为村里的农民都是画家 还未入村 见到村口的草头和画作 就知道这里不平凡 村内周围都可以见到 用色大胆造型夸张的绘画作品 在新疆核实物概提园 库木库杀以乡 大多数的农民都是画家 拿起砍头漫就是农民 拿起画笔他们就是画家 现在目前我们库木库塞尔山 有绘画爱好者有800余人 还有有知名的画家有300余人 但大部分都是老百姓 都是群众都是农民 麦丐提园是一个 以小数族裔农民为创作主体的 民间绘画之乡 这里独特的文化 每年吸引海内外超过12万个游客渡访 带动农文化的收入 近二十年间越来越多农民拿起画笔画画 现时麦丐提怨年产超过5000佛农民画 无线电视记者肖子恒报导 老城黄庙尼高糖是上海流传已久的传统特产之一 而制作尼高糖的技艺早前更加入选国家级非为名路 究竟这门的传统手艳有什么特别呢 一起看一下 制作尼高糖需要翻沙、熬糖、酵糖、翻糖等多达13度工序 这些工序看起来简单 但其实包含长时间的功夫 吴生忠是上海尼高糖食品厂联席厂长 亦都是尼高糖制作建艺第三代传承人 他说在以前没有温度的近年代 全憑经验控制熬糖火候 熬一煲糖需要双手不停搅拌45分钟 集中观察煲里面的气泡的大小 同时还要用手捉摸糖漿 看看是否达到大约135度 今年5月尼高糖制作技艺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两年多就退休的吴生忠说 这份是最好的退休礼物 会将这个技艺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就是想把这个老的传统 把这个上海的文化 上海的老的产品 包括铝鱼产品 把它继承下去 一代一代传下去 使全国各地 包括海外的人 到上海来看见 我们的铝鱼产品 还有生命力 还在发展 吴生忠说市场对尼高糖的需求大增 于是研发第三代机器 确保生产干旋卫生 而每年推出至少五六款的生口味 增加销量 浙江渠州有一个独臂少年 相远身体残上 都酷爱蓝球运动 未来还想做一个蓝球运动员 渠州开发院第二初级中学学生 高宇浩 正是和同学在操场打蓝球 08年出生的他 一出生就没有了半截右臂 但是没有了他对蓝球的热爱 从小学四五年班就开始打蓝球 未来甚至想做一个蓝球运动员 他跟我们一起打球的时候 他居然是输球了 他是面对笑容的 接着之后还会默默地在球场上继续练球 他弄了我们一只手一只 然后别人再这么看他 那只是别人的想法 学校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爱好 教学楼上写着办学中指 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高宇浩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 是一个阳光少年 高宇浩的妈妈也都支持过儿子 克服自卑心理 发展自己的爱好 每当落堂零声响起 高宇浩就抱着心爱的蓝球 同同学来到球场 废墓手臂同时获得心灵的自由 无线电视记者马心仪报道 美国微软说北京加强网络规管 计划今年稍后关闭旗下社交平台 LinkedIn 领英在中国的网站 微软说北京要求遵守的规管越来越多 营运环境比以往更具挑战 领英就强调只是改变营运战略 协助内地企业找到合适人选 稍后会推出求职程式injobs 但是不包括领英分享铁文等的功能 有报道说内地网络监管机构在3月 曾经要求领英加强规范网站内容 两个月之后又说领英和微软搜查网站兵 不当搜集和使用数据 中方曾经说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 但是要遵守中国法律 内地疫情方面 昨天新增10宗确诊 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其中云南3宗、天津和河南各2宗 上海、广西和陝西各1宗 累计各产超过96000宗 香港累计12276宗 纪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发表30周年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 在会上强调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自上世纪90年代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11次挫败美西方反华提案 2019年以来 多次以压倒性优势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大三委 挫败美西方涉江、涉港反华行动 坚决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外交部代表又表示 中国过去30年 在人权发展取得辉煌成就 也见证中国特色大国的人权外交不断成长 和取得风石的成果 中国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道路 做好自己和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